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6月2日 星期四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有關於快測或是出現虛報 專家今早有最新的跟進建議 情況如何這一節和各位一起討論 家欣昨天的確診數字突然飆升 當中有人疑似虛報快測結果 情況如何 一起看看 另一邊也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快測情報假陽性比例是升 專家估計劃涉去報 暢以在社區檢測中心福檢 報道的內文是 本港昨天6月1日新增確診個案 回升到505宗 創自從4月24日以來單日新高 其中個案包括354宗快測陽性情報 按日升幅達到6.5% 衛生署就著快測陽性個案進行核酸福檢的陰性比率 亦由往日約7% 升到過往幾天的15%至38% 處方懷疑有人為了符合疫苗通行症三針要求 情報舊數據 香港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林偉信 在今早6月2日電台節目表示 社交距離措施放寬 個案數字反彈是預期之內 他就說快測出現假陽性比率少於1% 當局的推測有可能存在 指部分市民為了符合疫苗通行症三針的要求 就說想了這些方法是不奇怪的 林偉信在電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 確診數字上升有部分因為疫情反彈 但隨著社交距離措施放寬 處所營業規定放寬 反彈是預期之內的 他說市民若果是快測呈陽性 但在核酸福檢當中呈陰性 當黑獸感染的機會低 快測出現假陽性的比率少於1% 反而快測假陰性較多 就著衛生署就快測陽性個案 進行核酸福檢的陰性比率 他坦然推測有可能存在 提到隨著疫苗通行症第三階段實施 部分市民想了這些方法也不奇怪 他認為若果是早兩三個月曾經感染的人 情報舊資料 其實他們是可以接種疫苗的 但若然是虛報市民不能適時打針 他強調現在的疫苗接種最大保障是減重症和死亡 抗體水平會下降 副作用不會因為打第三針而增加 認為打第三針是有需要的 他就說最大保障在市民身上會這樣會失去保護 不過他提到透過抗體抽血測試 分辨市民屬虛報或情報舊資料 因為大部分市民都有接種疫苗 即使沒有感染都會有抗體 所以很難是值此分辨的 但據他了解當局是會再調查的 綜合其他因素作判斷 現在國案數字回落 政府檢測能力足夠 他認為當局在能力範圍內 應該要給快測陽性的人士 先去社區檢測中心福檢 相關的做法亦有助當局實時 在監察社區涉及變種病毒株的國案變化 另一邊商也看看相關的新聞報道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有關疫情消息 有人疑似在快檢平台虛報染疫 警方接了5宗轉介3人被捕 報道的內文提到本港昨日確診升到505宗 張竹君表示經快檢平台情報的國案明顯增加 但近日有多宗福檢結果都是呈陰性 不排除當中有部份屬於誤導或去報 警方回覆星島日報查詢時證實 接獲5宗相關部門的轉介 案件交由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接手調查 至今共有3人被捕 簡單來說 估計可能真的有人為了不想打第三針 於是乎情報自己是中過招 不過有兩類的 一類真的中過招 可能是之前中過招 又或者現在說你沒有中招 假裝有中招都是這幾類的 但在這時間經快檢平台情報過後便變了虛報 據了解是有人被捕 呼籲各位網友要多加小心 尤其是若然是為了疫苗通行症 這樣做都可以說是挺而走險 當然究竟這個現象會否繼續蔓延 就要看看今日最新的確診數字 另邊商也跟進一下社區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慈雲山的診所預攝不見了1000元現金 醫生坦然治安真是一般 報道的內文今早8時56分 警方接報指慈雲山、玉華里1號9B地下 尤月善醫生診所遭到暴涉 警方接報到場展開調查 並翻查診所閉路電視片段 初步相信拆人凌晨2時多 叫開鐵閘潛入過後 納走診所櫃桶裡 約摸1000元現金後逃去 廖醫生表示上指診所開業兩年半 形容治安麻麻 他說今早職員回到診所準備開工時 發現電閘半開玻璃大門也是打開的 診所房間裡三個櫃桶都被打開 損失約莫1000元現金 各位老友記最近多家留神 佳恩越來越多的報涉案 治安的感覺好像不太穩陣 亦希望相關部門能幫助手多家巡邏 亦希望儘快把這個策誠之於法 另編商亦跟進一下社區消息的偏安情況 近來越來越厲害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Stickation五星酒店房便宜賣 收錢就立即失去聯絡 很多人都墮進騙局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網上騙案千變萬化 稍有不慎隨時重複 近日有騙徒看準香港人 因為疫情無法外游 Stickation的熱潮持續 先在旅遊網站預訂五星級酒店 再在社交平台上便宜賣 轉讓收到訂金過後 立即取消訂房並失去聯絡 不少人貪便宜上檔 損失金錢又掃興 有事主不甘損失報警求助 從事物留業的程先生 上個月9日晚在Facebook租房香港 自助放租配對平台專業 看到有人轉讓中環五星級酒店 一晚房間入住日期是5月13日至14日 著名包早餐和浴缸 聲稱已經付清3,100元的房租 又鵝清是幫老闆訂的 因為老闆不合心水 所以以超底價1,000元轉讓 從未試過Stickation的程先生 覺得有好處 就說其實我不知市價 但1,000元可以入住中環五星酒店 應該很超值 於是就聯絡出貼文 自稱聖陳的女子 聖陳的女子聲稱自己在一個旅遊網站訂房 可以更改訂單人名和入住日期 他就說他又要快點決定 因為很多人承接 威防受騙 程先生根據聖陳的女子 提供的資料致電旅遊網站查詢 確認真的有這張訂單 覺得可信 而且對方願意減價到800元 於是決定付錢 程先生就說 我在5月10日早上轉帳 多次追問轉名未 他就失去聯絡不回覆 之後更加在專業之上封鎖了我 很明顯是騙子 程先生估計騙徒收到那個付款過後 立即取消訂單 所以不用承擔房租 程先生不甘被騙 當日到葵聰警署報案 就說雖然不是很多錢 但希望騙徒盡快落網 以免再有人被騙 又有這一類非常貪便的情況下 會中招的騙案 近期Facebook也有很多 除了Staycation之外 又有買手提電腦、遊戲機 全部都是超低價的開倉清貨 大家哄你下頂 其實下頂是殺你的頂 然後就失去聯絡人間蒸發 各位老友記多加留意 千萬不要特意貪便宜買 通常過了數後就不見了人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來支持礦仔的老友記 這段時間繼續勤力加班 和大家緊貼香港的各大時事消息 今日的確診數字最終是多少 很快就會知道 下午4點半的疫情記者招導會 我們繼續緊貼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